难道之前的推测是错的吗 这些化石根本不是来自异地的 不是冲来的 那就生活在本地 可是不来自异地的话 如何解释不同种类的恐龙集体死贼块呢 就在大家陷入自我怀疑的时候 宁培杰的一个新发现 又让大家相信了之前的推测 你看这个化石磨损了冲突 就是把关键面都磨掉了 就没了 像这头都磨掉了 没了就是哪就是 说明就是冲发的时候磨掉了 就说明它经过水的搬运 搬运 搬运骨 就是说明它这个地方 它不是一次成绩下来的 而是经过远距离的 比如说一公里 或者半公里 这种的冲刷 再互相碰撞 就把这些化石就磨坏了 有的甚至是什么呢 形成化石以后产生的磨损 那么说明它不是一次磨损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证损 根据二连盆地的古地理环境 以及多处化石群 都呈现出凌乱磨损的状态 专家推测 大约在七八千万年前 二连盆地发生了特大自然灾害 洪水 从而造成了恐龙大批死 但由于当时的环境 非常适宜保存化石 所以此地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恐龙墓地 并记录下来的恐龙王国的神秘历史 不过对于洪水这一推测 这位专家 谭林却有着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就算当时的确发生了洪水 也只能解释某一些恐龙死亡的原因 并不能解释二连盆地 或者说所有恐龙整体灭绝的现象 那么在谭林看来 究竟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一个颠覆专家认知的发现 将告诉我们答案 一具形体颠覆常规的恐龙化石 将会带来哪些谜团 又能为专家提供何种线索 巨大的恐龙坟场 究竟能否揭开恐龙灭绝之谜 将是为主经典传奇 为您解释 上节我们说了 专家谭林认为 单凭洪水说 根本无法解释恐龙集体灭绝之谜 那么在谭林看来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要提到 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 说到的新观点了 他认为恐龙之所以 会从地球上消失 那是因为他们进化成鸟了 此观点的依据 就源于一句 极其特别的恐龙 话说当时谭林跟他的同事 古生动物学家徐兴 在二连盆地发掘恐龙化石 突然有一块像霸王龙的 近骨化石引起了他的注意 更难得的是越往下挖 身体各个部分的骨头 越来越全 这骨头越来越多 陆续发现了爪子 骨骨 椎体 肋骨 肠骨 等等 它的爪子也是十二类 这个爪子的类型 它的植骨比较长 爪子比较尖 这个龙的骨头是比较完整的 我们发现骨骨化石占整个恐龙化石70% 能在二连盆地找到如此完整的化石 的确是百不一遇 不过要想确定恐龙的种属 这得找到关键性的证据 恐龙的头骨 然而谁知道啊 头骨化石一出土 顿时让队员们惊讶不已 特别是发现了下额骨 一个比较完整的下额骨化石 以后 我们才发现这条龙不是真正的食物 它没有牙齿 没有食用龙去坚韧牙齿 而是像鸟会一样的一个 会 很显然的 这不是一只霸王龙啊 那么 它究竟是什么恐龙呢 从类型上来讲 还是比较好区分的 画面当中这具巨大的恐龙化石 就是拼装之后的化石的模样 它体长超过8米 体重呢 超过1400公斤 大小可与暴龙相比 通过鉴定 这是一只窃蛋类恐龙 窃蛋龙 这名字听上去很猥琐 对不对 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据说啊 是俄罗斯古生物学家 德鲁斯在蒙古大戈壁上 发现一只恐龙骨架 正趴在一窝圆角龙的蛋上 它以为那只恐龙正在偷恐龙蛋 于是就取了这么一个背黑锅的名字 窃蛋龙 估计这个专家文化水平也一般 至少是语文能力一般 其实啊 那只恐龙是在保护孵化自身的恐龙蛋 从定义上来讲呢 窃蛋类恐龙呢 是一种小型的兽脚恐龙 大小如鸵鸟 长有尖爪 长尾 这种恐龙呢不仅行动敏捷 还可以像袋鼠一样 用坚韧的尾巴保持身体的平衡 然而 这只出土于二连盆地的窃蛋类恐龙 在专家看来 已经远远超出了定义当中的窃蛋龙的概念 为什么呢 第一 这只恐龙的体型 那实在太过庞大 完全超出了一般窃蛋龙的大小 其次 这只恐龙的身上呢 有一些其他窃蛋龙没有的特征 第一个最重要的 它是头骨 头骨的下额骨和上额骨 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牙齿 而发现类似会状的 就像鸟类的会状的下额骨 的牙床 那么这种构造的话 只有四鸟的恐龙 才有这种构造 反映它是一个扎实的生活环境 就是能吃植物啊 能吃小昆虫啊 一些其他的东西 第二个 它的骨骨的肢体 我们看看 它的这么大的恐龙 它的骨骨和它的颈骨 就是它主要支撑 是细而长 另外它的爪子 作为四鸟龙来讲 它属于瘦角的 瘦角的爪子 它的中指骨特别长 你看这种中指骨 画面当中的这个模型呢 就是专家复原之后的 这只切丹类恐龙 跟旁边的镰刀龙模型相比呢 身上已经明显 有了一些羽毛的痕迹 而且它的整个形体 就像一只直立的鸵鸟 嘴巴很像鹦鹉的嘴巴 前肢更像一对张开的翅膀 看了复原之后的模型 喜欢研究恐龙的朋友 或许已经认出来了 没错 这只恐龙就是目前发现的 切丹龙家族当中 体型最大的新型恐龙 名叫二连巨盗龙 不过刚发觉那会儿呢 考古人员们并不认识它 因为在此之前 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恐龙 那么二连巨盗龙的出现 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它为专家研究恐龙灭绝之谜 提供了新的方向 还有这几个特征呢 我们基本就可以证明的 就是这套龙啊 它是向鸟类过路的一个类型 向鸟类氧化的一个代表 专家认为 由于二连巨盗龙身上 有着明显的鸟类特征 所以它与鸟类应该有着 很近的亲缘关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专家谭林敢说啊 恐龙之所以从地球上消失 那是因为它们向鸟类进化